大家好 今天是5月13日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近日都是比較疲弱 現時跌穿28,000點 向著3月的低位27,600附近為止進發 科技股的受累 外圍方面 更加因為隔夜的時候 美國發出了一個比較高的通脹數字 令市場由憂慮收水 加息的步伐可能會快 美債的知識又急升 美債十年期曾經上升到1.7%附近 稍微輕輕下升到1.68% 仍然對於外圍的科技股 和香港的科技股都有壓抑的作用 科指亦都是疲疲弱弱 近日都是徘徊低位 現時就沒有什麼可以進取 因為科技股份 雖然你說比如阿里巴巴那些 216的位置是首度的 但是騰訊就慢車邊 美團就更加因為周初的事件 特別差 科技股差了 接著就要看項運 商品股份較早前熱炒 亦都現在出現 隨帶市回吐 項運股方面 波羅的海指數隔夜又下跌 商品方面又擔心國內期貨市場 會不會有監管 來防止過熱 所以暫時市場上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的股份選擇 建議大家繼續審慎 當然繼續關注恆生指數 會不會穿底 儘管觀望 看看市場企穩再算